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拍Vlog 那么我建议你购买的第一台Vlog相机就是 Insta360 GO3 理由如下 第一 新手拍Vlog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太好意思拿相机出来拍 那么 GO3 配戴在衣服上这种方式 会让你和对方都觉得更自在 特别是新出的黑色版本 可能你没看出来 我现在正在配戴的就是黑色的 GO3 如果它配黑色的衣服 让拍摄的攻击性直接归零 第二 它是目前市面上最小的带翻转屏的Vlog相机 它比手机还要轻很多 而且它握起起来也很舒服 不像手机握起来是有些反观感还是有些难受的 第三 它也是市面上唯一的分体式设计相机 分开以后 它的拓展仓可以当无线监视器使用 它的主体随处可吸 可以吸附在胸口 可以吸附在帽子上 可以吸附在任意的金属上 拍B肉 你再也不用开口让别人帮你拍了 它还能塞进各种狭展的地方拍特殊的视角 它甚至还是防水的 拍水下镜头也是没问题的 第四 它现在价格是不到2000元起 比起其他运动相机好像没有便宜很多 但是你要想想 它的拓展仓本身就是充电盒 这就省了你额外购买两块电池的费用 而且像磁吸化绳 帽夹 车上用的转向支架 这些都是标配的 像其他相机你就要额外购买 第五 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它是目前市面上颜值最高 最可爱的Vlog相机 用这么可爱的相机拍Vlog 心情也会好一些吧 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了 生活中肯定还会发生很多令人开心 激动的时刻 记得拿起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也要出发了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吧